目前正值新赛季中超备战集训期,各聚乐部均在进行紧张的体能储备和阵型演练,同时这个时间段,也是转会市场无比活跃的敏感时期。常常出现球员上午在A队训练,下午收拾行李离开,突然就加盟了B队的情况。 今天上午在天海队的训练场上,恒大球员张成林同道林一道参加了集训,但接近中午时分,便有消息传出,张成林今天下午将离队,回天津处理个人事宜。 几乎是同一时间,关于广州恒大,同北京国安队的重磅球员交易传闻,被各家媒体和体育大V疯传。 恒大国安重磅交易。恒大球迷,换他。脑子坏了。来自足球报主任李玄和恒大跟对记者李仪的消息称,在转会窗开启前,恒大主帅卡纳瓦罗,就向俱乐部递交了新仪人选,北京国安的左后卫李磊就在其中。 目前恒大正积极推动李磊转会恒大事宜,当然,恒大提供的条件也是诚意十足,即用非血缘规划球员阿兰,加钱国脚张成林交换李磊。 当然了,当前的转会市场瞬息万变,没有官宣前一切都还有变数。 但目前恒大方面对此是非常积极,就看国安俱乐部方面和球员本人的意愿了。恒大国安重磅交易。 恒大求你,换他。脑子坏了。 众所周知,恒大左后卫人员不足。 告林接受采访时曾表示,上赛季自己主动性应去踢左后卫,后来被卡纳瓦罗拒绝了。 近期从李帅到江志鹏,再到现在的李磊,恒大盯着的,都是左后卫这个位置。 对于阿兰和张成林来说,去国安也是可以接受的。 国安是中超强队,下赛季还可以打压冠,是双线争冠的热门之一。 而国安俱乐部方面得到阿兰也有好处,张玉宁在国奥比赛中受伤,将休战三个月,伤后状态还是位之数,阿兰正好可以完美补充上来。 至于李磊离开后的左后卫位置,张成林也可以打。 用一个裹脚去换两个年过三十的球员,国安到底是不是疯了? 恐怕这是绝大多数球迷,看到这比较易发生时的第一反应。 的确,无论从什么层面来看,年方28岁的李磊,都要比张成林和阿兰要强,即便筹码看起来还算合理。 但是最终的结果依然是,国安方面拒绝了交换的提议。 经国安总经理李明确认,国安不会放走任何一个重要球员,这次有关李磊的离队消息,也就正式画上句号了。 恒大心仪李磊,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闻,之前的两个赛季,有关李磊将会转换门庭的消息,一直都在上传,只不过最终都没有成形。 而这一次,一名左后卫加一名实力不俗的潜在规划球员,李磊的交易筹码其实并不算低,刨去国安球迷个人的情感因素在内。 从竞技和运作角度来看,在双方都保持健康的前提下,似乎能谈,但最终国安还是否决了这份交易提议。 之所以交易会引发一些争议或者关注,很大一部分原因和李磊的国角身份,以及他在队内扮演的角色有关。 过去几个赛季,身披四号球衣的李磊,都是国安在左后位位置上的绝对主力,而他也凭借着优异的表现,多次入围国家队的集训和比赛名单。 所以恒大看上这样一个主力球员,并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消息,尤其是在李学鹏踢踢踢,终一号临时各串的情况下。 说到伤病,其实这是李磊过去几个赛季,一直都逃避不了的话题,或许正是从2017年夏天,在对阵和北华夏幸福比赛中,受到的那次严重伤病起。 过往的时间里,李磊其实都在和受伤的身体做着斗争,比赛也是断断续续在踢。 无论在联赛还是杯赛亦或是亚冠比赛,他的比赛态度没有任何问题,但是发挥却有些波动。 上个赛季后半段,李磊更是因伤错过了多场比赛,直到赛季末,他才真正意义上,实现了最终的付出。 但是李磊终归还是国安的核心球员,即便是有伤病的隐患在,球队也选择继续信任这位勤勤恳恳,为国安付出了多年的青岛小伙。 因此经过了权衡之后,球队还是最终选择了不交易。 目前,李磊正跟随国家队在广州集训,而在春节过后,球迷们就能在第二阶段都训时, 看到他回归国安训练场的身影了。